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台湾依然是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但是整体的水气是比较少一点的 不过在银封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是要注意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云量 以及一些零星小雨的机会 整体的气温感受会比较阴冷一些 至于中南部地区天气是比较稳定 晴到多云 但是早晚期间的气温也都比较寒冷一些 白天的时候会变得比较温暖 整体的日夜温差会有扩大的趋势 再来要提醒大家 在这段期间 台湾周边海域以及空旷地区的 强风跟大浪的情形也都还是比较明显 提醒大家前往海边或是海上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我们接着来看卫星云图 在今天来说还是受到这个冷气团的影响 所以环境的风向是比较明显的 偏北到东北风 因此在银封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会有比较多一点的云量跟零星小雨的机会 至于在被风测的中南部地区 因为今天整体的华内云雨区 比较明显的移出台湾附近 水气减少之后 中南部地区陆续都是一个波云 见日这种多云转情的好天气的形态 再来看到在南边的这个热带阳面地区 其实在这个季节 也还是有一些热带云处 正在逐渐的发展当中 那我们后续再从模拟图来看 我们先来看台湾近期的这个附近天气的变化 明天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向 是一个东北转偏东风的环境 那在周五到周六呢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偏东风持续在影响的过程 所以在这段期间来说呢 东半部地区持续都处在 明封面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云量都比较偏多 也会有一些短暂雨的机会 相对来说被风测的这个位置 都还是一个维持比较稳定的 这种天气的形态 普遍都是行道多元的天气 但是要注意在周末期间呢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低云或是雾 来影响这个能见度的情形 而下一波的天气变化 预估会在这个礼拜天开始 因为北边呢又再次有新的一波的 这个东北季风逐渐在南下 届时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呢 可能又会逐渐的转变成是这种 比较明显的英语的天气形态 再来要看的是在这个热带阳明地区 刚刚提到了这个南边的热带云处 目前的预报趋势看起来呢 在未来这几天到周末期间 它会有慢慢往西移动到 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位置 后续呢则会往北转东北方向 有机会在下周的初期呢 会通过台湾东南方海面这个位置 目前来看呢 它的发展的强度是比较偏弱的 对台湾也不会有明显的直接影响 但会不会有机会带来一些水汽呢 则还要看一下后续的预报变化情形 来看一下比较西部台湾的降雨预测 今晚到明晨来说呢 环境风向都还是比较偏东北风一点 所以Infoamate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跟伊朗的这些位置上呢 都还是会有些举步短暂雨的机会 相对来说其他地区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是一个降雨偏少 这种比较稳定的天气的形态 在后续来看未来的四日雨区 比较明显有降雨的部分 在明天来说呢 都是一样在这个Infoamate的基隆北海岸 跟伊朗的这个位置上 再来的话呢 周五到周六刚刚提到 环境风向是比较明显的偏东风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都同样的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这个短暂雨的机会 尤其在周五的下半天到周六 整体的水气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花东地区这边的降雨 可能会稍微会比较明显一些 再来到周日 前面也有提到说 周日会有新的一波东北气风 在逐渐的增强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这个Infoamate的地区 整体的降雨趋势 也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明显 而在这段期间来说呢 整个中南部地区 都是降雨偏少 比较稳定的这种天气的形态 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未来一周的温度预测 我们先来看北部地区 在今天来说呢 因为强烈冷气团影响 整体的气温都是比较明显 偏低的 不过从明天开始呢 整体的气温有 慢慢再逐渐往上回温的趋势 预估在周五到周六这段期间呢 整体的这个冷气团 减弱的幅度会比较明显 北部地区白天高温会比较明显 往上回升到22到23度左右 但是在周日到下周一的这段期间呢 也会再有一波的 这个比较明显的东北气风增强 届时呢 会再有这个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在南下 目前呢 预报低温数字呢 是大约在15度左右 但是从后续的预报趋势来看 有机会再往下修正一些 所以也提醒大家 要注意哦 下周可能还会有一波 稍微明显一些的 这个冷空气在影响 再来我们看到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同样的 从明天周四到周末期间 整体的气温 也会有再逐渐往上回温的趋势 但是一样要注意 今晚到明晨 还是一个比较低温的时间点 不要忘记 再来的话 下周一到下周二的这波降温 相对来说中部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同样的 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 后续的这个预报变化的状况 再来看到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也有一个在水的时间大推进 在周末期间之后呢 会有逐渐往上回温的趋势 不只是白天的高温 从22度会逐渐回升到26到27度 早晚低温方面呢 也会从近期大概14到15度 会逐渐回温到大概17到20度 整体的这个回温的幅度是蛮明显 可能周末期间呢 也会变得比较闷热暖热一点的这种气温 那下周这个降温幅度呢 对南部地区的影响来说 相对也是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同样的 我们后续可以再最终观察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在明天之后呢 也同样的会有一个气温 在逐渐往上回温的这个趋势 到了周六到周日呢 早晚低温会回到18到19度 而这个白天的高温呢 则是大约23到24度 那下周一到下周二的这个降温幅度呢 以东部地区来说呢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哦 所以呢 也提醒大家 在未来这三到五天呢 可能会有一个先升温之后 再组建降温的这个趋势 那大家要做好准备 最后来看一下今晚明尘哦 台湾各地的这个天气以及气温的状况 那稍早有提到啊 因为我们台湾附近呢 今晚明尘还是一个东北风的环境哦 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跟东半部地区哦 雨量都还是比较偏多一点 而且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下雨的范围都非常的局部哦 雨量也是比较偏少一点 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比较稳定的这个 晴道多一点的天气哦 但是呢 因为夜间这个雨量少 就容易有发生比较强的辐射冷却 今晚到明尘一定要注意哦 还有一波比较明显低温发生的机会 再来看到明天白天哦 明天白天是东北风 逐渐的转变成是偏东风的环境 所以同样的哦 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有比较多一点的 云量跟短暂雨的机会 相对的 中南部地区的话 是比较稳定的晴道多云天气 那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早晚低温跟白天高温方面呢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出现哦 整个日夜温差会明显的扩大 那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